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明觀 講到健康 我們身體每個人都有脂肪 那脂肪有三種 一種是皮下脂肪 還有內臟脂肪 還有管道脂肪 比方說血管內的血脂肪 可是脂肪在人體內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跟用處 但是脂肪這檔是 這個也只能剛剛好 過多過少都不好 那身體內的脂肪 跟這一個體脂率 怎麼樣健康生活來調養呢 待會兒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 好朋友 劉博恩醫生 大家好 再是心臟科的醫生好朋友 袁明齊醫生 嗨 大家好 再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新梅醫生 大家好 再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彭文雅醫生 大家好 再是演藝圈的好朋友 曾亞蘭 大家好 再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龍師傅 大家好 好 請問一下劉醫師 很多女生都很在意脂肪 脂肪真的要剛剛好 而且要長對位置 長對位置的脂肪貢獻很重要 那長錯位置的脂肪 很多女生覺得很愛眼 還會去抽脂 其實脂肪跟人體的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講一個全身的 從骨架 從肌肉 神經血管 脂肪 為什麼要講脂肪 因為脂肪還是蠻重要的 我們在今天大家講 要減重減肥 對不對 可是不要忘記了 其實脂肪對人非常重要 我分享案例 這個女生大概40歲 非常瘦 這女生瘦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只有32 33公斤 很瘦 她就是吃得非常少 然後她覺得她就是過日子 也習慣了 就這樣過 可是她是覺得說 她有的時候就是跑步快一點 肚子也會不舒服 所以她就覺得 這個內臟總是覺得怪怪的 不過重點是有發生一個事情 她也是坐公車 剛好那天公車 跟旁邊一個什麼東西 卡車擦撞 全整個公車裡面 大概十幾個人擦撞了一下 她就扔一下 頭撞了 昏了一下 那後來她摸摸肚子 就奇怪 撞到旁邊 那個椅背 那個旁邊的架子 那當然不以為意 那司機就猜猜 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跟這個卡車司機 在協調一半的時候 上來 對不起各位乘客 我們大概就要繼續下一個 因為很抱歉 剛剛撞了一下 可是她在那邊待了五分十分 她覺得肚子怪怪的 然後後來她就是說 跟司機講不行 可是旁邊人看她說 怎麼臉色越來越蒼白 然後司機跟她講說 你是不是嚇到了 不好意思 她說不是 我真的頭暈了 講一講就開始 整個都要躺下去了 這臉越來蒼白 趕快 他們說不對 趕快就要救護車 送到某市立醫院去之後 那機診師看到什麼問題 她說就是在公車上撞一下 她說奇怪 你掃超音波 皮膽破裂 她整個腹腔也開始出血 然後趕快 因為皮膽破裂 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要趕快做處理 那當然緊急聯絡一些 一般外科醫生 結果趕快就安排到手術室 把她皮膽取出來之後 後來她住院住了一個禮拜 然後恢復正常 重點是趕快找我們 醫生跟她講 你肚子打開都沒有什麼油 都沒脂肪 瘦得一塌糊塗 所以內臟稍微撞擊一下 就破裂了 重點就是我們脂肪有沒有好處 這樣有好處 除了在內臟來講 它是一個保護 你的內臟 包括你的小腸大腸 你的整個肝板 你要靠這個 我們腎臟要靠這個 我們所謂脂肪組織 把它做個buffer 否則撞擊 這很麻煩的事情 但不要忘記 我們脂肪來講的其他功能 譬如說 我們在這個身體裡面 我們很多的一些 像膽固醇 膽固醇會合成什麼 微酸素低 會合成什麼 我們想 所有的這些激素 包括女性荷爾蒙 男性荷爾蒙 包括我們腎臟腺素 所以一個來講 如果沒有脂肪攝取的話 這個女生會當機 月經會當機 因為你脂肪沒有了之後 我沒辦法合成 所謂雌激素 注印醇 這些方面的這些營養素 所以很重要 所以脂肪還是蠻重要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吃東西沒有油脂的食物 ADEK 就是脂肪維醇素 沒辦法吸收 所以要不要忘記了 我們脂肪對人體 雖然說我們怕太多 但是沒有它還真的不行 那宇醫師要分享 人體內的脂肪有三種 它們各自有不同的狀況跟意義 其實我們人就是這樣子 你吸收多少 要用掉多少 那一定有多餘的 就像大家想想看 我賺錢 錢賺多了 你賺剛好 就每個月多少 然後花掉多少 可能剛好平衡 但是有些人會多賺一點 多賺一點就要存到銀行 所以我們身體上就會有些地方會 當你的脂肪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找地方去儲存 哪些地方最容易儲存 男孩子大概就是肚子 皮下肚子 然後男女都是一樣 腋下這個地方 蝴蝶袖 然後女孩子的話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屁股大腿 大概大腿 在外側那地方 就很容易儲存 所以皮下脂肪就放到那邊 那皮下脂肪有的時候 還真的有好處 因為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坐骨神經也是從屁股那邊出來的 對 那你坐骨神經如果附近都沒有一些脂肪去保護的話 有時候你坐久 坐硬板凳 做什麼的時候 傷害 你剛好真的會壓到神經 腳就開始會麻 那還真是比較麻煩一些事情 那內臟 剛才也講了 因為它需要保護 它在衝撞的過程中 如果都乾乾巴巴的說 確實很麻煩 但是累積過多的時候 你就造成那個器官 那個地方的負擔 就像我的肚子越來越大手 坦白講 是保護了我內臟 沒有錯 但是真的就會覺得 有時候穿褲子幹什麼 真是覺得很大的負擔就在這個地方 那血管剛才也講了 它在累積的時候 血管的脂肪內 我們比較稱為膽固醇 膽固醇這個東西 也是一種脂質類的東西 很重要一件事情 他剛講了 對血管本身的彈性很重要 它對神經的修復也很重要 所以要有它 但是不能有過多的它 所以怎麼樣達到一個平衡 是我們大家一直想到的 那這個東西跟遺傳絕對有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你家族裡面 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要特別小心 我有個病人就是這樣 70多歲的爸爸 來做完心臟手術 他想說我爸爸看起來瘦瘦的 怎麼還會得心臟病 我是不是也要該去檢查一下 結果一檢查 哎呦不得了 這個他自己已經50多歲了 所以一檢查之後 再問一下病史 果不然他在最近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走一走胸口有點悶 那這時候再去查的時候 真的膽固醇也高 那工作壓力也很大 再一看血管真的堵住了 所以雖然說他沒有很典型的症狀 但因為健康檢查 因為家族史 因為這些東西都累積在一起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早點診斷出來之後 把那個狹窄的血管打通了 他反而變得很健康 所以是爸爸先生病 然後他反而有警覺性 他警覺性 然後就來做一些健康檢查 一測試 還真的有缺血缺氧的現象 所以我們早來跟他做一些分析 再回過頭來問他一下 你的臨床上面 在平常日常生活上 是不是有這種症狀 他說真的好像有 所以及早治療 再加上看看我們這個節目 得到一些知識之後 你反而得到很健康 不要像我一樣 雖然這個碰撞沒什麼大礙 但是很多其他的障礙 那接下來雅然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雅然有一陣子體脂肪也超低 對 我有一陣子減肥的時候 到一定的程度 瘦到體脂肪是只有16 所以16真的很誇張 而且你知道嗎 該有脂肪的地方都沒有脂肪了 大概這裡的脂肪全部掉下來 這裡完全沒有脂肪 像非洲難民 之前我很瘦的時候 我內臟脂肪也只有1 對 所以我老公說 如果我只要今天 就像劉醫師說的 我走公車一碰撞 我可能內臟脂肪就是沒有保護 所以我可能裡面很快就破裂 而且太瘦有些人一碰撞也骨折 因為他就直接撞到骨頭了 所以我覺得太瘦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正常OK 因為那時候是我剛好在減肥的時期 然後他就是自己一直往下掉 對 那我現在恢復飲食正常 然後保持運動 所以我現在的體質都還算還蠻好的 對 那雅蘭今天要分享一個健康 調整體質的好料理 今天要燒的是雞胸肉 對 雞胸肉 那雅蘭樂鍋樂油 那只是說雞肉 尤其是雞胸肉要燒的好吃 要留點本事 沒錯 因為雞胸肉本身就是 大家會認為它比較柴比較硬 所以我有用了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跟太白粉稍微的去抓醃它這樣子 就讓它入味 對 就讓它入味 稍微一點醬油 一點太白粉 沒錯 然後我們就稍微乾煎它 先把它煎 煎完之後我們再來爆香 那雞胸肉其實也很容易入味 然後也很容易超級市場就很容易取得 對 那像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減過肥 我覺得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盡量不要不吃油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 真的減肥的狀況是完全不吃油 然後不吃油的情況底下 你身體會變得很虛很虛 再來就是你整個油脂不夠 你排便什麼全部都不正常 對 都不好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雞胸肉沒有油脂嘛 對不對 我就直接吃雞胸肉沙拉 每天都吃雞胸肉沙拉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我一天只吃兩餐 然後就是中餐吃雞胸肉沙拉 晚餐吃水果 也就是拔辣 番茄 就是糖分比較低的 所以我那樣子大概維持了兩個月吧 兩個月 我跟你講身體虛到不行 因為沒有澱粉 沒有油脂 所以我每天都很像那種死屍 好累喔 真的很累 不然我就發現解肥不能那樣 對 還是要正常飲食 均衡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放蒜片 進去讓它爆香 好 蒜片爆香 對 然後今天搭配的食材 還有有稍微汆燙過的花椰菜 對 番茄 紅椒 黃椒 還有一點這個豆 甜豆 因為雞肉一定要吃全熟 所以我們大概炒到八 九分熟之後 我們下甜豆 然後這個豆因為沒有燙過 所以要稍微拌炒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放番茄 番茄 不是酒精造成的肝癌 其中有三個最高的危險因子 第一個 脂肪肝 第二個 糖藥病病食 第三個 三酸甘油脂膏 對 發現全身骨頭痠痛 其實要骨質速攻這個機會增加了 經期提早就結束了 你要考慮是不是擋不準藥 跟醫生討論是否解藥 這個雅蘭炒菜的同時問一下 欣賢醫師 內臟脂肪跟體脂肪 其實要剛剛好就好 我先講一個 我印象很深 我覺得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案例 是脂肪肝到底會造成身體什麼疾病 那是一個 我的病人的爸爸發生的事情 他爸爸六十多歲 他在十年多前被診斷糖尿病 糖尿病之後就開始固定的洗腎 因為他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最後就淪落到洗腎的命運 其實全家都有心理準備了 爸爸未來可能就會跟洗腎對抗 大家心態都是 他應該就是跟腎臟有關 由某幾天開始 這個爸爸全身就是疲倦 肚子不舒服 我常常會覺得噁心的感覺 後來就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最後在他肝臟 被掃到了一個十公分的腫瘤 在最後在經過肝臟肝膽腸胃科 合併診斷後 確定這是個肝癌 那有一次 因為他的肝臟腸胃科醫師我認識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肝臟腸胃科醫師聊天 我們就在聊他這個狀態 後來我們一致認為 因為其實這個病人沒有BC肝 他也沒有喝酒的習慣 我們一致認為 他造成肝癌的原因 可能跟他長期重度脂肪肝有關 其實在2018年的國際衛生研究單位 他們有發表一個新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因為其實這幾年 我們的BC肝的不管是用藥的技術 跟我們有打疫苗的保護 BC肝的這個發生率下降了 過去我們認為肝癌 都是跟病毒性的肝炎感染有關 可是因為這些病毒性肝炎的機會下降的關係 因此其他潛在的癌症因子就浮上來 其中針對肝癌如果不是病毒性肝炎 不是酒精造成的肝癌 其中有三個最高的危險因子 第一個脂肪肝 第二個糖尿病病史 第三個三酸肝油脂膏 那個病人他三個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特別提醒說 其實我們過去都只認為說 脂肪肝就像是我們每一次健檢報告 每個人可能都會有 但是其實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未來可能會產生的發展 我們建議說有脂肪肝的人 第一個盡量減少脂肪肝的發生 因為其實現在就有非常多的證據 去提醒大家脂肪肝 還是有可能衍生成所謂肝癌的風險 再來如果假設你已經有脂肪肝 除了減少我還是建議規則追蹤 因為它會有一個過程是 先變成肝硬化才變成肝癌 只要你沒有這個過程的發生 其實比較不至於造成這樣子的一個遺憾 好 那同一時間雅蘭剛剛放了一點米酒 一點番茄醬以及醬油膏 稍微拌炒一下 沒錯 然後最後我們就下我們要的材料 就是甜椒以及我們稍微燙過的花椰菜 然後還可以調一點白胡椒 對 然後撒一點白胡椒 這樣就可以上菜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好 酸甜鮮酥 還有這個肌肉 完全這個肌肉一點都不柴 我覺得非常適合如果你真的想要瘦身 或是要減肥很適合 臀部長一個很大的脂肪瘤 那這個脂肪瘤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痛 他也知道是良性的 可是越來越大 而且他沒有辦法做 他一做就會壓到連腳都麻了 他就只好忍耐 就是做歪一邊麻 不然怎麼辦 可是後來不用壓到走路都會麻了 他就想那這樣不行 因為他是一個很深層 然後可能已經長到跟神經有一點相連 而且還會抽痛 晚上都不能睡 不得已只好去開刀 結果開刀之後呢 這個麻的現象居然還是在 因為醫生說這個神經還是有受損 他就只好 可是又比較不痛 他就先這樣子 沒想到短短三個月 又長出在原來的位置 又長出一顆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脂肪瘤要開的時候 那個整個膜 打得不夠乾淨的時候 他就是會復發 那他如果跟神經已經連在一起 一定就是很難清得很乾淨了 那我們中醫對於脂肪瘤這樣子的體質 認為叫做彈濕體質 彈就是一種循環很不好的水分 累積在身體經絡最差最差的地方 像臀部 久坐 或者是腳底這些地方 那濕就是一個水分循環不好的位置 那彈濕體質就是因為身體的氣循環不好 那老師平常講話 或者是像有些廣播主持人講話 很好氣 他本身就是一個好氣的體質 加上氣這個字中間是米 那老師講到減肥 他都吃一些沙拉蛋白質 都不敢吃米飯類五穀雜糧的食物 他本身氣也是很虛 所以我就跟他調整一下 我跟他說你要改善彈濕體質 要吃五穀雜糧類之外 你平常的循環跟運動要做起來 這樣才能改善你的彈濕體質 然後再配合一些去彈濕的中藥 然後活血花瑜 這個情況才改善 後來這個脂肪瘤就維持這個大小 就沒有再繼續長大 那問一下這個劉醫師 剛剛講到脂肪如果在管道內 實際上是膽固醇 但是膽固醇其實也有功能跟功用的 並不是越低就越好 沒錯 我們如果說健康檢查 抽血的話 可以知道我們一個叫低密度膽固醇 跟高密度膽固醇 我們常看一個報告就是看一個總膽固醇 其實不夠的 不過我們知道現在越來越知道 就是說低密度膽固醇叫LDL 如果越高的話 就是跟我們一些動脈硬化一些疾病是有關係 因此呢 有時候我們醫生會比較積極 幫病人降的所謂低密度膽固醇 好 那我這個個案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四十歲一個太太 那他在三十八歲的時候 那因為在公司健檢發現說是膽固醇過高 他當時他的LDL就是低密度膽固醇 我們一般大概是用一百三嘛 就他測起來是大概降一百五 那當然他們家醫科醫師跟他講說 你這要降 否則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家族史有什麼心肌梗塞 你要特別注意 他就乖乖地服用降膽固醇藥 starting的藥 那這當然降的速度非常快 那他也就是配個醫生治療 不過他後來發現在來就診前 大概一年左右 他覺得他肌療也不是很好 而且他發現他很容易痠痛 全身痠痛 這邊痠那邊痛 那當然有人跟他講 你這個就是什麼慢性肌膜炎 他看到是只能吃了半天都效果不好 那找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先生跟我講說 他有這個憂慮的問題 憂慮的問題 而且他居然就是說 在用藥物大概一年之後 他經濟就沒有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也對啦 我們看到他這個降 這個LDL 就是低密的膽固醇 那他醫生幫他降到多少 降到六十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一百三十太高 可是我們降 可能在現在有些醫生認為 要降到七十以下 那是在有些風險 病例如糖藥病 出入此類 但是降太低有問題 後來我們幫他驗 血中的微生度低 各位知道我們學生 微生度低三來講 一般濃度在三十 及格 我都希望把病人調到四十 這個太太大概只有六 真的低六 各位因為我剛剛前面 講過的重點 我們要的膽固醇 它是我們身體需要的東西 膽固醇它需要 它會變成我們的低三的 會變成我們的這些磁激素 如果你的膽固醇原料不夠的話 下降太多的話 我合成低三會出問題 我合成女生磁激素出問題 因此你低三會降得非常低 低三降太低的時候 骨質合成也會出狀況 而且又跟憂鬱症有關係 然後全身會痠痛 然後再來就因為它的磁激素 原料來源不夠了 也降低了 所以它開始停筋了 那我就跟他講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 我就說第一個 那你除了要運動 曬太陽好 我說請你要補充的問題第三 那另外來講 我也請他跟他醫師討論 有些他看了另外醫生講說 你降到這個六十 好像說低一點點 那兩天一顆藥 那兩天一顆藥之後 他這個低目膽固醇 慢慢就爬到多少 大概九十 然後他兩三個月之後 他發現腾痛就好了 我們再幫他測低三濃度 拉到大概三十四 那我大概一天給他補充 三千到四千國際單位 我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膽固醇確實是太高不好 但因為他是跟我們身體合成 一些原料是有關係的 你降得太低是有問題的 所以因此來講 如果你有服用這個降膽固醇藥 再降血脂肪 你務必注意看看 跟醫生討論看看 我是不是要降多低 是不是需要降這麼低 但是當你發現學生骨頭痠痛 其實要骨質速度 這個機會增加了 然後你的 你是女性朋友 你的經期提早就結束了 你要考慮是不是膽固醇藥 跟醫生討論是否要減藥 會慢慢的 不要吃太多這樣子 那問一下元醫師 血管內堆積的脂肪異物 久而久之 也有可能造成血管的阻塞 所以過多也不OK 我們最近這個冬天裡面 我開了好幾個 這個主動脈玻璃 那是非常 對我們心臟外科來講 是非常痛苦的一個手術 因為怎麼弄 大概就要八個多小時 為什麼會玻璃呢 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的血管裡面 本身是需要有彈性的 血管本身是個 三層的架構 它有個內膜 有個中層 還有個外牆 內膜是非常脆弱的地方 也就是動脈硬化 容易發生的地方 那這個中層呢 是有血管本身的肌肉 血管的血管 因為血管也是個生物體 它也需要有營養來源 所以它有血管的血管 也有血管的神經 都在這個中層這裡面 所以這個中層很重要 它可以讓血管 遇到冷的時候會收縮 又要熱的時候放鬆 愉快的時候放鬆 緊張的時候收縮 都是一樣 那還有第三層 這個叫外牆 外牆更重要 為什麼呢 它不能隨便 讓你血管受傷 否則我給你一握手 啪啪 你血管就破掉了 那還得了 我今天打你一拳 啪就破掉了 還得了 所以外牆非常堅固 OK 所以在內膜 當它產生動脈硬化的時候 當它一不小心 血壓壓力一大 破了一個小洞出去之後 這個血就要向外衝出去了 如果它一下衝破這個外牆 它就一命呜呼了 但是它衝不出去 因為外牆很硬 所以怎麼辦呢 它就在這個夾層中 開始向上向下 產生一個撕裂的情形 在血管的夾層內 產生玻璃的現象 所以我們叫做主動脈玻璃 那主動脈玻璃有兩個方向玻璃 一個是往心臟這邊玻璃過來 我們稱它為A型的主動脈玻璃 一個是往肚子 角的血管撕裂下去 我們稱為B型的 A型最可怕 因為它再侵犯到心臟的話 會把心臟血管撕裂 會把心臟的半膜撕裂 所以那是非常可怕 所以那一來 就要趕快做急診手術的 那一做 因為它整個大血管要換掉 所以非常痛苦的東西 那主動脈玻璃有症狀嗎 當然有 它就是一個破掉那個孔的時候 一破掉會突然間劇烈的臣痛 然後突然間才開始在 向上 向下延伸的時候 會有個撕裂的感覺 所以病人非常典型的講法就是 一個胸胸胸痛 然後突然間有個撕裂感到背後去 然後呢 這兩個一合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是醫師 這個看我們節目的民眾 都要想到說好像是發生這個問題了 尤其本身你有高血壓 糖尿病有家族史的話 你都要大膽的懷疑是有這個情形 那這種人要趕快送急診 要趕快來送到急診 就算真的送急診也不一定可以 只有50%可以存活過來這樣子 真的喔 是威脅 就算即時送也要來得及 這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我們都是來得及的 但我只是說我嚇到是說 最近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40多歲就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你再仔細再觀察它的情形 你會發覺說 他跟我一樣沒有像我這麼胖 然後現在這麼年輕 好像也沒有高血壓 沒有什麼東西 但後來你再仔細觀察 就是生活太過隨性 如果我們比較肥胖 尤其我們這個脖子脂肪特別多的話 你可能有看重度睡眠呼吸重症 你不是你自己健康的問題 你可能開著會危害別的健康 女孩子在看她的這個MC 她其實是個指標 她有可能是你的脂肪過多或過少造成的 太多的油脂 也可能會讓越進步來 更嚴重可能會導致不運的風險 比如說都是因為單身沒有結婚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喝酒就喝酒 然後抽菸 然後晚上就是上完班之後 然後也不怎麼運動就開始追劇 看這個看那個 就是熬夜加班 然後一點都沒有照過自己的生活 結果真的在一個壓力下 殊不知他可能家族本身就有問題 殊不知他可能本身有血壓的問題 那麼這些病人我們在做完手術 存活下來的話 我們都會去找原因 結果一抽膽固醇 果不然 膽固醇都非常高 壞的膽固醇都非常高 所以我們就知道可能發生這類似這種情形 那這個新門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現代人很重視體脂肪 那在台灣其實有一些比較有功能的體重劑 也都可以檢測體脂肪 體脂肪其實不同年紀 不同性別 也有一個合適的數字的區間 剛剛雅蘭講他在減重急腎期 他的體脂肪是低到16 其實這個在女性來講是過低的 男生跟女生比起來 天生女生存體脂肪的量會多一點 所以女生的範圍 我們大概在25以上都算是OK的 太低可能也比較不好 因為我們女性荷爾蒙什麼的 還是跟體脂肪有一點關聯性 男生的話大概是介於20以上 我們認為是正常的 但是相反的 假設男性大於25%以上 女性大於30%以上 你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體脂肪可能是不好的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心臟學會的期刊 在2013年他發表一篇文章 他在2002年到2005年之間 抓了3000個受試者 這受試者所有人去做電腦斷層 去看他的所有的器官 外面包的油脂的狀態 發現當你的這個器官 外面包的油脂的量 就是所謂的體脂肪 或是脂肪類的量比較多的人 他在這一段追蹤時間裡頭 發生心血管疾病 發生癌症的機會都遠大於 這個脂肪量比較低的人 因此大家就開始說 其實身體的體重不一定是重點 但是如果你的體脂肪高 或者是內臟脂肪高 小心你心血管疾病風險上升 小心你的癌症機會風險上升 我們其實建議男生跟女生 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你都不妨拿出一個軟皮尺 量一下我們的腰圍跟臀圍的比較 我們其實腰圍的地方 其實最簡單就是用肚脊劑劃一圈 臀圍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手插在腰上 我們感覺最寬的那個地方稍微往下一點點 對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臀圍 腰臀比男生就是腰除與臀 你不要除顛倒 大概是0.9以下 女生其實比較寬 因為女生通常天生的骨盆比較寬一點 所以可以容許到0.85 我們只要看那指數是倒過來 就是女生可能到0.85以上的 很多人抽血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代謝症候群的風險都上升 我印象很深我有一個女孩子病人 40多歲 因為我們都會先量體重 因為這個女生體重OK 60幾公斤我覺得還好 不至於到要來看減重門症 她走進來的時候 她說是醫生推薦她來的 那我沒有多問她 我先看她的身材 我就請她再回去量 那種比較可以精細量體脂肪的儀器 為什麼 通常的女孩子都會有一個 比較瘦的腰跟稍微寬一點的骨盆 她是完全倒過來 她就是一個小水桶 她的我肉眼看她 你就可以看到她的腰尾 遠大於她的臀尾 實際一量她的腰臀比是1.2 其實蠻高的 我比我們女孩子的臀部 是相對比較高 就是腰臀大 對 然後我們去看她做比較精細的體脂肪 她的體脂肪她才60幾公斤 她體脂肪高達40 非常非常高 她剛好有一次在急診室的片子 我就跟她解釋說 你這個真的是屬於體脂肪 全部在內臟裡頭 為什麼呢 她做一張核磁共振 裡頭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器官是黑色的 有某一種影像 她的脂肪是白色的 你就看到所有的器官外 都包了一層白白的東西 它所有裡頭 全部都是體脂肪 其實她沒有跟一般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她唯一的習慣就是 因為她是上班族 她在那個上班的空檔 真的很無聊 她的習慣就是 她每一天 隨時都會準備很多的餅乾 放在桌上 然後呢 下午都有那個手搖引 就叫那個外送 她的習慣就是任何時間 她都喜歡吃甜點 甜點加零嘴 對 所以其實她只要把這種 我們說錯誤的習慣改回來 她後來其實體脂肪下降 算是蠻快的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假設你的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體脂肪高 腰臀比高 我建議你這個健康檢查 就不能少 因為你可能就是 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群 對 那接著下來 我們的龍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教大家分享燒的是 義式雙鮮五載魚 一般在家裡煎五載魚的話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把它中間剖開 對 那去了骨是不是 沒有 骨頭沒有去 對 在骨頭的地方稍微 用刀子稍微剁一下就可以了 那煙擺也是一樣就是 基本的就是米酒 鹽巴跟一點胡椒粉 對 但是在家裡 你給它一點小小的變化 你就再撒一點 這個義式的綜合香味 對 對 這不用多了 就是有一些這個 不同的一個味道 在上面就可以了 在家裡煎魚大家都覺得說很可怕 為什麼 因為會油爆 對 熱鍋熱油 對 但其實你只要油稍微 比一般的炒菜再多一些些就可以了 然後鍋子稍微讓它熱一點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魚的表面 可以撒一點的這個麵粉 好 米讓它恰恰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油爆也比較少 比較不會產生油爆 就水分比較少 煎起來會比較有金黃色的感覺這樣子 對 那我這邊教大家怎麼煎 因為有時候你家裡的鍋子說 這個比魚還要大 對 它會比魚小都沒關係 那這個鍋子稍微小了一點點 來 這個記得鍋子熱汁開始的時候 以尾巴先放進來 先添尾巴 尾巴先放進來 就是萬一現在小家庭 也不會每天買那種 三四十寸的阿嬤大鍋 對不對 對 那剛好你買到一條的魚 它的長度略大於鍋子的時候 對 那尾巴其實肉比較薄 然後你可以先煎它的尾巴 讓它兩面可以熟 對不對 對 先讓它煎一下 對 讓它稍微定個型 然後你尾巴可以超出鍋外沒關係 對 這樣好聰明 對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比較不會斷 對 沒錯 對 對 比較不會斷 因為不然我們鍋子太小的時候 你像下去煎 黏住了它就斷掉了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來把整個魚放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魚背就可以下去 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邊 因為剛剛有講說這個 雅蘭姐她說 它減重就不太吃澱粉 對 然後又油就不太吃 對 大家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用一個比較 低熱量的一個澱粉組 這個薏仁 薏仁非常好 對 它讓你有飽足感 消水腫 對 熱量又非常的 就不會像米飯那麼高 這個是事先蒸過嗎 跟大家分享 薏仁的話 一開始就是先泡水一樣 我是前一碗先泡水 第二天就是再換一次水 然後下去蒸 大概蒸20分鐘 好 對 有點像蒸米飯的感覺這樣 它吃起來會比較有觸度 會有口感 對 那它也是一個好的澱粉質的來源 澱粉質的來源 對 所以薏仁在做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都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會覺得說你要煮很多 很重口味的東西 對 但是這樣調料加太多 其實也是不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教大家做一個 蒜味的一個薏仁 厲害 讓這個蒜的味道可以進到一人圓圓去 那這是一個新鮮的蒜末 自己要切新鮮整顆的 不要泡過水 先把這個蒜末炒香 炒香 對 然後今天還搭配了兩種菇 美白菇 紅喜菇 對 菇類 菇類也很百搭 那今天還切了這個紅椒 紅前椒丁跟甜豆切成丁狀 這個是甜豆把它切小丁 對 我把它切成丁狀 這裡可以看一下 蒜頭已經香氣出來 這時候薏仁蒸好的薏仁就已經下去了 對 把這個蒜末跟薏仁的味道 給它拌在一起 不然有時候我說真的 大家在吃薏仁會覺得說 都沒味道 對 所以有這個蒜頭的味道 所以你等於是用蒜味先讓它入味 對 這個味道就很棒 這時候就把健康的菇類來放進來 好香 我現在有聞到那個蒜油香 有點像義大利廚房 或者人家在烤大蒜麵包的蒜香 就是新鮮的一個蒜油的做法 就這樣子 對 好 這邊稍微燜一下 然後我先把魚稍微再把它翻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 對 看一下 因為由於這個你有沾麵粉的話 所以這個魚其實 會比較容易定型 對 比較容易定型 我這邊直接翻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魚真的好難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漂亮 好美 漂亮 漂亮 可以看到這個魚 有煎到的地方就比較 但這邊沒煎到 你盡量把頭再撈起來一點點 對 千萬不要硬翻 硬翻的話這個魚可能就很危險 可能就會斷掉 這個由於這裡面是澱粉質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加 差不多一湯匙的水進來 少量的水 少量的一湯匙就夠了 把這個澱粉質 它還是需要一點水分 味道會比較好 好 甜豆 甜豆 來 甜豆 我們這個待會兒要搭配 五仔魚絲 對 這個等一下 我要把它淋在五仔魚的上面 真的 炒魚是蜜人的 調料很簡單 就是鹽巴就好 其他都不要 對 好 其實你現在煎的魚 我也有聞到一點 義大利綜合香料的香味 對 就是這樣的煎魚 就比較沒有腥味 對 比較 煎起來它的魚肉會比較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而且你看魚肉非常漂亮 對 你翻的時候我教大家 這個魚這種其實剖開 是不好翻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先把它 關起來 怎樣 對 關起來 對 就是要先把它關起來 不是 翻個石頭的一碗 先把它截起來 是手術房裡頭的 關起來 再打開 它又變成一條完整的魚 就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魚 就可以了 可以這樣子 可以 對 好聰明 好聰明 然後這個時候來 好 蓋上來 對 開這個稍微 好 利用這個熱度把它裡面的 這樣子它裡面的肉汁 也不會跑掉 不會 你在翻過來再煎的話 很快 但是吃起來魚肉就會比較乾 兩邊都會乾 對 因為我們魚還是要 整條完整的出來這樣子 會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這邊稍微給我一點點的時間 它是世界冠軍師傅 他不要在意魚的賣相 對 因為等一下是翻 它斷掉的話就不好看 對 準備一下 好 那我們燒這個魚的同時 請教一下 溫太醫 剛剛講 其實人的脂肪很重要 剛剛好最好 那偏偏有一些人暴飲暴死 就很容易三酸甘油脂過高 然後甚至引來身體各式各樣的病痛 或者是發炎 是 像我臨床就有一個65歲的主管 他剛升上這個總經理 所以他就是升官之後 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幫他安排健康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 這個主管他平常沒有什麼問題 但檢查出來 像是甘油脂400 然後他還有脂肪肝 中度的 然後還有脂肪移 然後其他的部分 膽固醇居然是正常 那他覺得非常的奇怪 他說說他的飲食是非常正常 只是說偶爾會小酌 那我問他說 那你的小酌是怎麼樣的小酌 他說威士忌一天大概400cc 400 我說400cc 這個不叫小酌 這個叫酗酒 酗酒 然後就說這樣情況是很不正常 然後來看中醫的時候 第二個檢查報告又出來 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 然後胃破了兩個洞 所以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是很能忍耐 以及比較悶的 然後又有酗酒的習慣 所以就跟他說 你要開始吃那個胃相關的藥材 來修復你這樣子的黏膜 然後這個期間 你是不能喝酒的 你在傷口上這樣一直倒酒 那個傷口是不會好的 而且你的那個脂肪移不會好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說 哇 吃中藥好有效喔 他的腰也不痛了 然後睡也很好 然後他也可以不用靠酒精 因為他本來是睡不著 然後他就發現 其實還是 如果有睡不著的問題 就針對睡不著來處理 那如果有脂肪肝的問題 其實就是要減脂來處理 其實剛剛講那個藝人 就是我們台灣最好除彈濕的一個食療 對 因為我們講肥胖 它就是一個彈濕的體質 那平常在飲食中 像這樣變化料理的這個藝人 就是非常推薦的一個料理 那同一時間 我們師傅的藝人好像也燒好了 對 好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這個時候味道已經非常入味 而且輕輕拌下來 那待會魚把魚 我覺得單吃這個也會很好吃 對啊 這好適合半戰半面 對 而且它的熱量脂肪就非常的低 對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真的很棒 我覺得當然可以用不同的料理再加進去 但是真的是開了我的眼界 藝人用這種做法 而且它熱量低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常常講脂肪來講 其實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講 比如剛剛講腰圍 臀圍 其實不要忘記了 脖子的脂肪也是麻煩 太多是有問題的 我有案例是這樣 這個先生是因為他太太陪他過來 他是一個開殺死車的業者 那他本身來講 一位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他發生車禍了 那發生車禍來找我們幹嘛 因為他開車 開到老是渡估 渡估到之後 有時候打嗑的時候 也就撞到別人轎車 而且那個死傷非常嚴重 上社會新聞 後來當然警察給他去 車並沒有酒醬 然後後來發現 他說就打嗑睡了 我開車就疲倦 那當然這個先生來講 這個駕駛是比較胖的身材 他來過來的時候 我看他就坐在我面前 然後眼睛打開 然後沖完了血濕看著 我就跟他問他太太說 他晚上睡覺非常大聲 對打嗑非常大聲 後來我們幫他做睡眠檢查 你知道各位 我們一直強調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這個因為空氣 你吸氣吸不過去 我們如果說脖子脂肪太多的話 你氣會被這個呼吸的阻塞 結果他我們一般來講 一個小時的呼吸中止次數 大概是五次以下正常 如果大於三十次 叫重度呼吸中止症 我們幫他測的時候 我們那個我們在測的 今天我記得那時候 今天測的那個 我們技術員測到一半 就把他線的拔掉 請他回去 不敢幫他測了 因為他最常可以兩分半不呼吸 然後兩分半不呼吸 那個臉就看著一直黑 而且血氧濃度 一般我們的九十 他會血氧低低 低到四十 太誇張了 對把他拔 就說你有報告有報告 你叫太太 他說他醒來 搖他搖半天 愛醒不醒這樣 他因為他嚴重呼吸中止症 他一個小時後來 我們推算 大概將近八十次的呼吸中止 幾乎是睡覺 他跟著睡覺就是 一睡就塞住醒來 一睡就塞住醒來 後來我們跟他講 難怪你會發生車禍 那後來我們跟他講沒辦法 那當然要請他減重 後來又給他佩戴 叫呼吸正案儀器 他睡覺的時候帶一種機器 那個壓力可以把這個空氣 很成功的經過口腔 咽喉送到肺裡面去 他就沒有缺氧了 結果他這樣適應之後很快 他睡眠就非常的OK 白天開車精神好很多 所以我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我們比較肥胖 尤其我們這個脖子脂肪 特別多的話 我們shoulder neck 就是脖子比較短 這種case來講 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能罹患重度睡眠 呼吸中症 你不是你自己健康的問題 你可能開車會危害別人的健康 特別注意一下 真的 而且余醫師也要提醒 這個現代人很多吃零嘴 或者甜點 可能吃到很多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 其實也很傷心血管 現在的東西很多都是工廠做出來的東西 它裡頭都是有些奇怪的東西 你身體 我們當然認為 你身體進來 身體好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睡眠好 身體新陳代謝好 任何髒東西不好的東西 它都會幫你代謝掉 但有些時候它就是代謝的不好 尤其在生活壓力 睡眠不好的時候 你沒有足夠的時間 讓身體上的清道夫 去清這些東西之後 它就會在身體上造成囤積 就會造成問題 尤其是我們特別要提醒 最近的婦女朋友們 因為婦女朋友們 我們知道說 當你還沒有到更年期的時候 老天爺大家認為說 你隨時可能會懷孕 所以你有時候 你自己的心臟要呵護 一顆小baby的心臟 雙胞胎的話是 一個人呵護兩顆心臟這樣子 所以在這段時間內 婦女朋友很奇怪 她跟男孩子的比例 大概6比1 也就是說6個男孩子 可能會得到心上血管疾病 但其中只有一個女孩子 那就是有這種情形 但是當一個女孩子 慢慢進去到更年期的時候 她得到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就更大了 尤其婦女朋友 越是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她的情緒也不好 她的荷爾蒙在改變 大家家人都覺得她很怪 然後反正很多東西 都累積在一起的時候 她的心臟血管的惡化 變得更快速 我們還是用剛才那個圖板 來跟大家解釋 我們血管本身 有所謂的軟性斑塊 硬性斑塊 到血管完全動脈硬化 這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有時候是5年 10年 15年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好好去看好 她的話 她在快速的惡化的過程中 尤其當婦女朋友 一旦停經之後 那麼她有時候 這個快速的進展更快 那我們當然期待 你是在軟性斑塊的時候 可以認識我們 藉由這麼好吃的食材 她有時候軟性斑塊 就會回到正常 你到了硬性斑塊的時候 還是早點認識我 因為不行的話 我幫你做個氣球過張術 我幫你做個血管支架 也還來得起 但是當你到了硬性斑塊 或完全蓋化的時候 等發作了 倒下去了 才認識我們的話 一切就太晚了 最近就真的有一個60多歲的 我還認為她是非常年輕的女性 因為外表看起來都不錯 但是就是因為她常常 就是感覺到說 有時候一運動 胸口就會有點悶痛 下巴到手臂這個地方 都會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但所有人都會想說 媽媽你最近是更年期了 你這個壓力太大等等等等 都一直要沒有去輕忽她這個疾病 結果沒想到 我們幫她做了一系列的檢查之後 反而發現是 她的血管真的是動脈硬化 心臟上面的三條大血管 已經堵了兩條多了 所以我們幫她做了手術之後 反而救了她一命這樣子 但是我常講 給我們做心臟手術很辛苦 如果你能早一點 多看我們的節目 多吃點健康時代 不要走到被我開招 這條途徑的話 那才是最上策 而且新門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內臟脂肪 這個一旦增加了太多 真的是會傷害到身體的健康 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劉醫師有跟大家講過說 假設我們吃太少的油脂 可能會讓月經不來 但是太多的油脂 也可能會讓月經不來 更嚴重可能會導致不孕的風險 我之前有一個女孩子來找我 其實比較算是在減重 她就跟我說 她其實 她就開始跟我講她的過程 大致上就是 她的體重瞬間上升10公斤 她是個年輕的女孩子 但是在她的這個嘴角上長了很多小小細細的鬍子 她的皮膚也很明顯的比較粗糙一點點 那我在幫她翻她的身體的時候 就在我們的脖子的背後這個地方 正常的女生其實愛乾淨 我們通常脖子都是很亮的 但它裡頭就很像是長癩 就是髒髒的 好像黑黑深深的眼 粗粗摸起來粗粗的 對 那時候她講完之後我就問她一句話 我說你的月經是不是不規則 她嚇一跳 她說你怎麼知道 原來她被醫生診斷一個叫做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所以醫生也跟她說你這個要同時減重 才能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狀可能改善 她的原因到目前為止還是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有一部分有人說是跟基因因傳有關 但有一個很高的族群認為 她跟一個叫做胰島素阻抗這個問題有關係 所以我就跟她解釋完之後 就抽了她的血液檢查 因為她體重瞬間上升 果然她胰島素我們正常人希望10以下 空腹的時候她43 是算非常高 我們如果換算胰島素阻抗的指數 我們正常人有一個指數 她是在2以下 她高達7點多 所以也就是她其實是一個 非常高風險的胰島素阻抗的族群 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不要兩個一起挑 她說兩個可以一起挑 我就跟她說胰島素阻抗下來 你的月經可能就會規則 後來她其實很認真在減重 所以她體重瘦了13公斤 其中我們就比較體重跟體脂肪 她體脂肪瘦的比例很多 高達10公斤 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很多人是體重下來 體脂肪其實沒有下來 胰島素的指數從43變成20出頭 果然她的月經就順暢的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女孩子在看她的MC 她其實是一個指標 可能背後藏著的問題 不單純是月經的問題 還有可能是你的脂肪過多 或過少造成的 那節目最後 溫炭音也要分享一個健康減脂消脂養生茶 今天介紹的這個消脂養生茶 它其實是有一個來歷 就是說女生最怕腹部脂肪 尤其是生完的婦女 我臨床上有個36歲的生三胎的媽媽 她為什麼會來 就是說她肚子一直瘦不下來 婆婆一直跟她講說 你不要再生第四胎好不好 我們家已經養不齊了 然後她去結紮 然後她就說 好 我也很想瘦 可是我就瘦不下來 那去洗衣剪裁也都正常 那月經也都正常 小朋友都三歲 她就是完全那個肚子瘦不下來 然後來把脈之後發現 除了彈絲體質之外 就是內臟脂肪剪不下來 所以我就給她一些藥材 那哪些藥材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山楂 山楂就是我們吃的山楂餅的那種山楂 對 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的山楂酸酸 酵素等等 還有就是被酸性保護的維他命C等等 然後它因為是紅色 所以它含有葉紅素跟葉黃素 那對眼睛也很好 重點是山楂酸減脂的效果很好 然後再配上這個污霉 對 污霉它可以減脂 生菁止渴 這個大家也知道 所以它的配方就是山楂5克 污霉5克 然後黃芹3克跟甘草3克 對 因為它產後 把它補一點這個氣蓄 那這個份量加上500cc的開水煮滾之後 就是變成這樣的一個消脂差異 好喝喔 對 那這個 這個就是病人 他每天每天這樣喝 一個月就瘦了4公斤 而且都是瘦在肚子的脂肪 可是很好喝 我會不會越喝 越覺得開胃 酸酸的 我覺得雅蘭喝有可能會開胃 因為中醫有一點雙向調 就是如果你太胖 它會讓你減脂 如果你太瘦 它會讓你就是消化比較好 對 所以我覺得適合 對 我有消嗎 我覺得這樣可以期待 它適合就是吃飯的這個習慣 比較喜歡高油脂 它可以減油 避免吃飯的吸收 謝謝溫太醫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賣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 謝謝